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申请求长老在美国加州,在这个Redland,California. 今天我们要传播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值得我们来注意,这个叫做三位天使的这个消息。 不管怎么样,今天在我们要开始之前,我要请大家跟我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愉快,因为我有这个机会来跟你服务,也跟大家服务。 我觉得这一件工作是非常的荣耀的,因为这一份工作是能够使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这个荣耀。 今天我非常的感谢主,我希望主能够跟我们同在,希望大家的注意力也在这个经文方面。 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们。 好,今天,我当然非常的感谢上帝,非常感谢上帝,就是说我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 我们今天这个经文要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一天比一天堕落,一天比一天退步。 所以,这个圣经的经文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很深刻的相信。 这样,今天来看我们这个主题,我们来看我们这个主题。 好,OK,这个我们的主题,天国毕竟当你学知三位天使的消息。三位天使的消息。 这个平常,首先,首先我要给大家读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第13章。 第13章有这么说,有我所看见的兽,这边说,从第六节开始。 第18, Hotel 第 14也就说,凡住在地上,敏制从创世以来,在 まだzo abajo的人ami帅上来了,他们 must be prayed,都要拜托。 这个是卖授的,这个是拜托的。 这边说,来我再给你们读一下 我所看见第四三章第二节 再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这样,不是,不是 我这个我要给你们所读的 我又看见另一个兽形状像 也不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上帝对我们这个世界 是非常的关切 非常的关切 上帝是每一天都在注目看到我们的情况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确是很坏 那我要,对了,我要把这个三位天使的这个好消息 来给大家分享,我们来看这边第14章启示录第14章第6节 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边是三位天使 三位天使,三位天使,就是上帝给三位天使把这个这个紧急的消息 来传达给我们,来传达给我们 好,再看下去 这边启示录第14章第6节说 我有看见 已经来了,我们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天使在宫中 把这个福音 那什么福音呢?这个福音要传到格主 说这个福音就是说要敬畏上,敬畏神 要给他的所有的荣耀要给他 还有就是说,审判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就一天一天堕落下去 还有就是说,不但是世界堕落了,就也要慢慢的把我们也拉到那个堕落的那个地步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被拉到这个社会的情况行走 是这样,刚刚我们看了,首先这个上帝就因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 所以他一直都准备,准备来救助我们 准备把这个消息送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三位天使的消息 这个好消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重要呢?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是很紧急的消息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不敬畏上帝 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个道德的这个律法也全部背叛了 也全部不遵守 所以这个地步,我在小心地觉察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这个上帝的实戒命都违叛了 都违败了 没有一条,没有一条经文是人类遵守的 从第一条经文开始 我要给大家读一下 现在就在复习,在复习那个创世纪二十章 创世纪二十章已经给我们这个做这个提醒 那我要给大家看,看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这边不是创世纪,是那个出埃及 出埃及第二十章这边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 都不能,不可跪拜那些像 就是说上帝已经在这个出埃及这边的经文 已经给我们做这个警告了 说我们绝对不能敬拜那些 除了创造上帝的这个神 我们绝对不能去敬拜别的神 所以这样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究竟是怎样呢 这个社会是非常的堕落,非常的坏 这个十戒,十戒命每一条都换了 每一条都破坏了 我前几天看到那个,看到那个新闻消息说 一个父亲把枪杀死了他两个小孩子 然后把他,他也杀死了 然后就把自己也杀掉了 所以这种道德观实在是没有了 就不管是自己的儿子,不管是谁都会杀死 都这样,这个十戒命都就说没有得到遵守的这个地步 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个上帝就给这个天使把这个消息就送过来 这个消息送过来说非常的重要 说要敬畏上帝 就说除了上帝啊 就不能去敬拜别的神 是这样,这个消息是非常的紧急的 那紧急的消息现在目前这边说 这边说,他说 我又看见了一位天使飞在宫中 有永远的福音 这个永远的福音是非常的重要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就这样是表示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福音 这个信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是这样 那这边还说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大声 所谓大声呢 为什么要大声呢 因为现在很多声音 很嘈杂的声音都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的注意力就不知道要放在哪里 因为很多声音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这个要大声 那大声有时候都还听不到 因为太多的那个竞争的那个声音 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好比在那个火灾了 火灾的时候怎么样 你如果你还不知道 还在房子里面 你不知道说火已经快到你这边了 在这个邻居这边了 所以邻居有一些救生命的什么都来了 都要大声的呼喊 大声的呼喊说火灾啊火灾 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你的注意力抓住 就是说你才会觉得紧急 所以这个三位天使说要大声的呼喊 大声的呼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抓住 那这样的话也表示说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紧急 是这样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 敬畏神啊 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啊 我们这个社会都不敬畏神啊 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 敬畏神就是要敬拜他 他要遵守他的这个他的诫命 要服从他 要把他做为你这个生活的第一件事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叫做敬畏他 那你就不去敬拜别的神啊这种种 将荣耀归给他 荣耀归给他 荣耀归给他 就是说上帝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 上帝是是得到的荣耀 一一般的荣耀都要归他 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常就要把自己 算作得到这个荣耀 这样的话就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都弄错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荣耀都归给自己 所以我们要注意 要把荣耀归给神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那要我们注意的是 就是说审判的时间 审判的时间是谁做审判呢 当然是上帝做审判 所以要提醒我们 那审判的时间就来到了 那审判的时间 他说审判的时间是 那你怕不怕被审判呢 如果你不怕审判 那你就说 该死 还是就说 你就不把你的生命 当做很有价值 很有审判的 如果你觉得 审判的事情是非常重要 那你就要开始 开始生活 在上帝的诫命 这样 那这边说 应当敬拜 那创造天地海 和中水全员的 所以我们要崇拜 上帝创造者 我们不可以 崇拜 其他的 不可以崇拜 崇拜自己 把自己高高的 挤上 不可以崇拜 崇拜 崇拜这些世间里面的 各样东西 所以还有就是说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叫万民和邪云大怒之酒 的巴比伦大臣 倾倒了 倾倒了 这个巴比伦 巴比伦就好比 这个坏堕落的世界 巴比伦过去是崇拜了很多的神 没有崇拜这个上帝创造主 所以这个道德的堕落 这样 所以这种社会 这边还说 和邪云 这样的话 大怒 大怒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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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巴比伦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社会 就像巴比伦这样 就要倾倒了 要倾倒了 就在很短的时间 紧急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社会 是要倾倒了 倾倒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有那个紧急的感觉 紧急的感觉 那有了这个紧急的感觉 又怎么样呢 有了这个紧急的感觉 你就要转身回头 来崇拜上帝 上帝 这个创造者的上帝 是这样 这边说 怒酒 怒酒的巴比伦 怒酒的巴比伦 意思是说 凡是喝酒的怎么样 喝酒的会醉 醉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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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样 就你的那个思想啊 什么的都乱了 都乱了 你都不能辨别真理 不能辨别是假是真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倾倒了 那后来就说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拜受和受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 受了印记 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 神大怒的酒 就是说 如果你违背了 你不听从上帝的戒缘 上帝的戒命 那就 就会得罪了 得罪了这个上帝的怒 这样的话 又怎么样 持久 持久 珍在 珍在神愤怒的 坏中 存衣不杂 他要在圣天 死汗高阳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啊 是这样 如果 我们 不 不 不听从 不听从神的 这个三位天使的信息 我们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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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受到 痛苦 就会受到痛苦 那 这位 三 这三位天使 把这个 信息 啊 就 就 送到我们这边来 那我们 听到了 我们就要 要 很 啊 很 紧急的 啊 很紧急的 要 要 觉得 感谢上帝 要 就说 要 要 要 能够 啊 要能够 注意到了 注意到这个 上帝 为什么要 给这个三位天使 过来 把这个 信息 送过来呢 因为 上帝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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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我们 啊 上帝的爱 是不要我们 啊 整个人类 整个种族 都绝灭了 啊 啊 是这样 所以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应当 提醒自己 应当 把这个 三位天使的 消息 啊 当作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 啊 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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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自己说 我们会有没有 敬畏上帝呢 这个 敬畏上帝 常常在这个 社会里面 我们把其他的东西 都 比上帝 还要重要 所以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应该 回头 回改 啊 啊 是这样 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 做事情 我们会 把这个荣耀 给上帝吗 这都是 都是 啊 一个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 啊 准备好了吗 因为上帝的 审判的时间 来到了 如果 我们 还 没做 啊 好的准备 我们要 祷告 让上帝 来 引导我们 让上帝 来 啊 这个 圣灵 跟我们 同在 啊 是这样 还有 就是说 啊 说 这样的话 第二天使 就是说 啊 我们要 注意到 这个社会的 堕落的情形 所以我们 要警觉的 还有 就是说 第三位天使 就是 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说 不要去 听 听 啊 听那些 那些 那个 那些 教 教 那个 啊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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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日 安息日 是 星期六 是 要敬拜上帝的日子 可是有很多宗教把这个 这个 星期天 改为 改为 宗教 啊 敬拜的日子 所以这个 要小心 凡是 敬拜上帝 在 星期天 不是 星期六的话 那就是 不对了 那就是 那个 就 啊 好像是 这边就说 那那些就是 拜寿 和 寿相啊 拜寿 和 寿相啊 所以这些 警惕 这些 消息 我们 要 常常 提醒自己 啊 是这样 这位 这个 三位天使的消息 是对我们 这个 目前的生活 是非常的 重要 所以今天 啊 我跟大家 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很简单的 这个 三位天使的消息 啊 啊 就是这样 就要 大家 啊 啊 提醒大家 要 要 谨慎大家 要 要 紧急大家 啊 啊 使大家 能够 啊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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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很 恐怕的 心 很 敬畏的心 来注意到 这些 事情 发生在我们 这个社会 里面 发生在我们 生活里面 发生在我们 家庭里面 所以啊 这是非常的 重要 啊 啊 我们 大家 一定要 啊 遵守 这个三位天使 给我们的 信息 啊 是这样 啊 啊 那这边还说 这边还说 说如果啊 啊 如果我们 读了这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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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啊 啊 要提醒自己 要提醒自己 就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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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说 嗯 这个 上帝 是说 我是 啊 要 大家 来敬拜我 你不能 敬拜 其他的神 所以这是 非常的重要 請大家 要认真的 啊 啊 的 注意 要认真 上帝说 啊 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 经文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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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在这个我们的手 手指 手这边 也是要记住在我们的脑筋 可是呢 撒旦也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要大家 把他的教导 都记住 所以我们 啊 要注意了 这样啊 啊 今天我就 给大家 啊 啊 我们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非常的感谢你 希望 我们 能够 记住 你所 啊 劝导的 啊 今天 我 祷告 给主的祝福 跟我们同在 我这样的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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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